我覺得現在很多歌手在舞台上 都會有很多Michael Jackson的影子 你沒辦法 正如你一打架就李小龍 一跳舞就Michael Jackson 就走不掉 被譽為流行惡之和的Michael Jackson 除了音樂和舞蹈之外 每一套的表演服都追求極度完美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他是一個超級巨星 說的是1987年 那一頭的捲髮是天生的 它是長的 綁在後面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髮型 他戴著一副Ray-Ban Wayfarer的眼鏡 穿著一件紅色的Baseball jacket 是白色袖的 裡面穿著一件很普通的T-shirt 一條黑色的雜腳褲 白色的襪子和那雙Lover 這個當然就是我最了解那個Michael Jackson 他一個人很懷舊 他覺得有型的東西 真是來自於美國50年代 例如Elvis Presley那些 因為他那雙黑鞋和白襪 吊腳褲都是50年代 那他那一副Ray-Ban 眼鏡 也都是由很多Blues的 音樂師會戴 Soul Criminal 他那個反地心急力的程度 他那雙鞋其實是他自己發明的 即是一個流行歌手 他可以想到這樣的表演是很震動的 我覺得那雙鞋很有趣 因為那雙Ski Boon是承托著 就是你那個上鑽下鑽前面的那個位 那如果你下去的時候 你的人如果是 那雙鞋是鑽緊在地上 你是不會跌倒 而Alex自己都有不少Michael Jackson的收藏品 其中特地數親筆簽名和珍貴合照 他送給我那張 我們一起拍的一張大照 我們將它 即是 framed 曾經這件T-shirt 都失傳了我 差不多有八年時間 那是 被我找回來 那這件事是 我覺得是最珍貴的一件事 因為他寫給我的 你說如果我買到一件他的衣服 那當然是重要的 那這件衣服不是他送給我 我是買回來的 那有什麼重要得 那是他自己親手簽給我 的一件T-shirt 剛剛Michael去世 第一批出的一本 的limited edition 全球只有88本 為什麼會這麼限量呢 因為他太大本 那這本書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一個偉人 出過一本這麼大本 這麼重的書 而這些相片 在一本書上 可以放到這麼大張 是很少有的 那所以我相信 每一個 喜歡Michael的朋友 見到這本書 他們都會很想擁有 在這本書上 都會很想擁有 在這本書上 在這本書上